哦 你看 流出来了 这个巧克力是Mildron Home 诶 它的心乎好大块诶 有人想要赶快吃第二口 嗨 你好 我是我的锦衣 我是Vick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我最近呢 在网络上就看到很多人疯传 马来西亚麦当劳 6月 将会推出非常多的新品 当中就包括有 Coreal spicy chicken Rish巧克力 Coffee sandé corn 还有Green tea McFurry 这是一样产品的 但是呢 之前我在网络上搜寻资料的时候 我有看过 已经有人拍过这个Coreal spicy chicken的开箱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产品其实在马来西亚之前已经有卖过了 只是没有很多人知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知道没有 你知道没有 这个Coreal spicy chicken呢 它有鸡肉 还有牛肉 两个可以选择 但是我们两个都不吃牛肉嘛 所以我们两个都只是吃鸡肉 那我们现在马上来开箱 这个是 Coreal Burger 我们选的是Chicken的口味 登登登登 猜呢 黑色的汉堡 其实我对黑色的汉堡是有情有独中的 怎么哩 我觉得黑色的 天堡会比较好吃 我觉得比较特别一点啦 是不是比较特别一点啦 是不是比较特别一点 对啊 并是我们 也比较贵 噢 也比较贵 真的 Alaka其实大概是12块 714 cent 所以算蛮贵的啦 一个Burger 真的算蛮贵 Alaka不了了啦 然后我们来试试看看 它的心乎好大块耶 诶真的 很以为你像Mexican的那种 哦 比较饱啦 但是有没有心理上觉得 诶 比较平衡了这个价钱 有有有有 虽然比较贵啦 可是还是要试试看看 其实它里面呢 它是有一点包菜 然后一层起司 那个鸡肉块 还有它特小酱料 这个咯 后又大块 OK啦 蛮值得 心里比较平衡一点 OK 我们来试试第一口喝 哦 有有脆脆的 嗯 哦 有没有感觉到有 印度香料多的味道 而且那种 蛮像辣辣辣那种感觉 不会很辣 可是它的鸡肉很有咬劲 我蛮喜欢的 有厚度我觉得比较好咬 不然吃下去也觉得好像 嗯搞好样子 觉得好吃 就是你吃了一口 你会想要赶快吃第二口 而且你咬下去的时候 它真的是 又是有crispy的声音 你知道吗 真的是crispy的 它酱料不会讲很辣 但是有一点点微辣微辣样子 我就吃不到它的面包的味道了 因为它是竹炭面包 鸡肉可能盖过了 那个面包的味道 对对对 好吃吗 我觉得好吃 我讲黑炭面包比较好吃的啦 不是 是mcdonald的新品 绝对不会让人家失望 应该这样子讲 这个不是夜配啊 讲到夜配这样 但是我觉得我蛮喜欢每次推出的新品 我觉得每次都很惊讶的东西很好吃 而且这个很爽耶 你咬出来鸡肉来的哦 真的 因为你是真的是感觉不到其他的味道了的 你是只是吃到它鸡肉的味道而已 而且它鸡肉是很有嚼劲 因为它很厚 它有一定的厚度 所以你会觉得哇 还蛮爽快的咬到 它这里讲是什么啊 Coreal Coreal Chicken 它的香料很硬料的香料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还好 有吃到吗 我知道你那种感觉 像印度饭的那种香料是不是 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 可能它真的是用印度香料弄的 哈哈哈哈 这么喊 骗火的吗 Yakoreal 我觉得是韩国那边过来的 就是韩国那边先推出的 因为它这个Coreal Pie也是从韩国那边有的 然后现在马来西亚才有 蛮有满足感的 就是你可能只是吃Burger你最觉得饱了 我们只吃几口而已耶 就开始蹭了 等一下人家就讲我们小鸟味 其实很大气啊 其实很饱 哦 很有满足感 好厚耶 那接下来呢 我们第二个要介绍的重点就是 Joker Pie 这Joker Pie其实在韩国还蛮有名的 而且网络上有看到非常多网友在推荐 是不是真的好吃 那我们现在试试看看 我没有看过外国有耶 其实我原来西亚是第一个 没有 看到他们讲说韩国吃已经退出了 有些网友他们在韩国有吃过的话 他们就讲说很好吃 哇可以拍ASMR 哇我听到声音 我觉得它的皮很脆 露出来啊完全是 我觉得它没有偷工减料耶 它完全就是真的是很福利的 巧克力的味道 不懂怎么我吃下有那种倒沙汗的味道 有没有觉得 诶是倒沙汗吗 没有我是觉得好像吃辣椒蛋糕的感觉 它是爆酱的你知道吗 你看它已经流出来了 刚才咬第一口的时候 其实我买回来也是有一段时间 可是我没有想到它里面没有那一股 完全是那种爆开来的那种感觉 哇我在想哦 如果是很烫的话 吃下去的话应该是更幸福的感觉 哦你看流出来了 嗯 刚才我吃其实蛮饱的耶 如果真的吃完 哇可是我很喜欢耶 如果很喜欢吃巧克力的话 应该蛮喜欢 这是你想象的味道吧 我没有特别去想它的味道 哈哈哈 可是它不会讲说很甜 可能你有些人不喜欢吃巧克力 他可能觉得说因为巧克力很甜 可是这个的话它不是甜的巧克力来的 它是有点带苦的 可是也不会太苦 所以我觉得就算你不喜欢吃甜 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真的是不算太吃的出来啊 我觉得你约会的时候 我真的不好叫这个 因为你吃了过你整个鸭子就会黑 真的 可是好吃的好吃 你会吃第二次嘛 会 而且它一个才大概3块多 3块多而已 其实平时它也是差不多这样的价钱 所以也不会讲特别贵 所以现在外国吃到 很多鸭子也可以 我蛮喜欢的 所以还没有试吃的 又喜欢吃巧克力的 千万不要错过 赶快去试 我记得之前 有什么限量的 粉兰娜派啊 它的派 也是卖得很长小 但是我觉得没有卖到断货 但是我听说过 这个巧克力派是卖到 你要等可能10分钟它才出一批的 所以要吃真的是高快 这太多了嘛 我看你吃多了 我带你吃了 我帮你吃了 你吃这个好像是 有点像lava cake lava cake它外面是软的 可是它这个是脆的 咬下去的时候 你还听到那个 ASM的声音 讲起来是真的有很像 lava cake里面的那个熔岩 只是它是脆的lava cake 对对对对 好吃好吃 如果你是喜欢吃脆脆的话 我觉得你会喜欢 接下来我们要试试第三样产品 那就是 Green Tea McFree 我自己本身是还蛮喜欢吃抹茶的 抹茶 可是这个是绿茶 抹茶和绿茶不一样 不一样 来我跟大家科普一下 抹茶就是比较偏苦一点的 绿茶就是它偏叶子 抹茶就是绿茶里面冰水的那一个部分 大概是这样子 大家不懂就Google一下 反正我知道抹茶是它比较苦一点的部分 味道比较小 那我们现在试试看看 它上面是有一点绿茶粉 在看起来也是比较淡一点的 抹茶的味道 我蛮喜欢的 你对那个绿茶抹茶有情有独钟 你一定会觉得很喜欢 对对对我会喜欢 上面有多抹茶粉 粉对 真的蛮甜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抹茶 甜的是不是 有点甜 它的绿茶味没有很重欸 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喜欢吃抹茶 抹茶会比较重一点 然后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瓦琳娜的味道 还是盖过它的味道了 确实啦 你看它的那个卖相 其实它白白的地方蛮多的 就是瓦琳娜咯 就是瓦琳娜来的 也是一样 对就是一样 就是很浅很浅的绿色 这个的话我就觉得还好 这个有特别贵吗 5块多 欸这其实还蛮好的 因为它的新品没有讲说 特别特别的贵 就是跟normal价是差不多一样 它之前有出过一些kicat啊 它们的经典那个oreal的 我觉得有咬啊 有了嚼劲的 我比较喜欢有嚼劲的 所以这种的话我觉得 如果有一点巧克力啦 可以让我咬一咬 我觉得会很爽 就这样子的话就 有一点单调 就只是绿茶而已 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我觉得还好 我也觉得还好 一般上我们要吃mcdonald的 ice cream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到说 比较大众化的口味 比如说瓦尼拉啊 巧克力啊 还有我自己本身是 比较爱吃巧克力 它也是一直有推出新的口味嘛 但是最近呢 6月mcdonald推出了一个新的口味 那就是coffee口味的 对 可是我们没有买 对 想要带回家 你看这个东西已经融化这样子了 还要把那个corn带回家 一边驾车 那的话 应该 只是那个饼干吧 有 几种口味 Coffee的话它会有 Coffee vanilla 全Coffee corn 还有表面是 表面是 巧克力 对表面是巧克力 然后里面还是一样是Coffee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 你是Coffee爱好者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 毕竟我觉得还蛮多Coffee level 多人喜欢喝Coffee的 可能会喜欢这个产品呢 Mcdonald的 Ice Cream这一方面 一直都有在推出不同的口味 对它一直会满足不同的爱好者 就好像 如果你是Green Tea lover的话 它刚刚推出了一个Green Tea McFurry 所以它会一直满足各种 口味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还蛮sweet的 那我们今天呢 跟大家试试 Mcdonald的三样产品 我个人觉得 自己最喜欢的就是 Rich Chocopine 我这样子很难选耶 Chocopine跟Burger 哎呀差了差了 跟Burger 其实我觉得 可以在最喜欢的Frability 那如果是讲说 10分你要打几分 这样我还是会比较喜欢 Chocopine 10分的话就拿10分啊 9分啊 因为我觉得 如果还是有点咬的东西 会比较好 这个的话应该会是8分 就是讲说 其实这两个产品 在Viki的眼里 都是蛮高分的耶 而且这种产品 我相信它们都是季节性的 这个月推出 可能下个月也不一定 还有没有这个产品 而且它是无预警的 下架你也不知道 哦对啊 它不会跟你讲说 哦我们这个产品什么时候 会下架啊 没有计划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试吃 这个Mathona最新产品的话 看到这个影片过后呢 赶快去Mathona购买 然后赶快试试 他们这个月推出的最新产品 简单来讲 我们两个都蛮喜欢 这一次Mathona推出的 这两个新品 包括 Coreal Spicy Burger 还有一个 Rich Chocopine 这两个都蛮喜欢的 耶 对于这一次的新品 有什么意见 或者是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吃 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 跟我们讲 喜欢哪一个新品 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话 记得like share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打开小铃铛 想要追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可以去到我的Facebook 专业按赞 还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Bye Bye by bwd6